第四部分的感測器 接下来介绍第四部分的感測器的应用实际简介 我们会介绍类比式的感測器示范 类比式感測器主要是利用应变器跟汇丝灯电桥电路 作为力量的感測 我们会利用不同重量的物件来记录它的相对输出电压 最后我们会绘图观察输出电压跟受测物重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会得到一个线性关系 现在我要示范一下类比式感测元件的应用 这是一个利感测器 也就是说简易的一个磅层 这个里面是由一个strain gauge跟放大电路组成 目前它的放大器的设计是 0到1公斤 可以转换出0到5伏的输出 那我们做测试的时候很简单 可以先观看一下这个没有任何重量的时候看一下它的电压值 比如现在是-0.19 那这是一个零敏的offset可以调整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代测的重量这个铁大概一颗77公克 我们就发现放一个77公克以后得到电压是0.22 我们可以把这个重量跟电压分别记录起来 接下来第二个我们再放第二颗 一样是约77克的重量 那得到的电压是0.64 接下来我们再放第三个 就可以得到1.05的电压 那只要在1公斤以内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量测 那我们把量测到的电压跟重量的关系图 把它打到这个报表里头 就可以呈现出重量跟电压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透过这个反过头来我们可以透过量测到的电压 去推算出所要量测的重量值 这是类比式梗测元件非常常用的一个状况